大家好,我是小安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闺蜜喝了好长时间的减脂瘦身果茶 效果真的是太棒了 用到的食材麻辣椰露室,特别的便宜 而且呢,真的是效果很好的 真的是食材越简单,作用越好 一起来看看究竟是怎么做的吧 我们先来准备一下把荷叶 这荷叶晒干之后的荷叶,我保存起来的 我们只在吃的时候喝的时候 直接取出来一小半就可以了 荷叶量不要准备太多,一小把 这种荷叶当时都是,特别的好买 如果家里没有的话,可以去超市 集市上面都有卖的 而且这个荷叶价格真的是特别的便宜 一张才花了三毛钱,四毛钱 荷叶是垂天涯的食物啊 特别的健康,没有任何的添加 这样我们使用起来比较放心 先把准备好的荷叶放入碗中 加入清水 我们先来淘洗淘洗,把荷叶清洗干净 荷叶是纯片氨的,所以呢有点脏 风干的时候呢,会沾上一些灰尘 多洗两遍,把荷叶清洗干净 这样水又更放心 吸好加入清水浸泡20分钟 浸泡过后,荷叶特别的软 可以更好的释放出作用还有香味 20分钟过去了已经泡好了 空水捞出来 先放入盘中备用 再准备几片山楂 加入切水 用手淘洗淘洗,把山楂切洗干净 我选用的是干山楂 也可以用湿山楂,都是可以的 湿山楂的口感会更好 但是干山楂的效果会更好 湿山楂的口感特别的好,酸酸的 蝶鱼饭风味 我特别的喜欢吃山楂 口感很酸 但是它仍然是超级的具好吃 洗好山楂,控水捞出来 放入盘中备用 再准备几颗红枣 右手搓一搓,洗一洗 把红枣清洗干净 多洗一会儿 红枣河壳里面好多灰尘,不好清洗 多用手洗一洗,洗干净 吃东西一定不要掉脸清新 洗干净吃得更放心 洗好的红枣控水捞出来 放入盘中备用 电锅中加入适量的清水 盖上盖子大火把水煮开 2分钟左右水已经煮开了 洗干净的食材倒入锅中 盖上盖子开小火焖煮20分钟 小火慢慢的煮,煮出所有食材的香味还有作用 焖煮好我们就可以关火出锅了 入味炼凉一会儿,30-50度左右 加入一勺蜂蜜 加入蜂蜜喝起来口感特别的好 酸酸的甜甜的很好喝 这款茶水呢真的是特别的不错 经常喝一喝非常的好 尤其是像我一样,控制不住嘴巴 冬天好胖 然后我的朋友们一定要经常的试一试 喝一喝,特别的好 坚持喝长一段时间后 就会有一项目标的惊喜还有收获 值得你收藏,值得你拥有 做法越来越来越比较简单 喜欢的话一定要收藏起来试一试 荷叶是纯天亚的食物 荷叶也是纯天亚的食物 多吃一些都喝一些都很不错 特别的好 山楂也是一样纯天亚的食物 特别的不错,经常的食用一些很好的 喜欢的朋友们收藏起来 有空试一试吧 点开我的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帮我点赞关注留言转发 这里是小安美食馆,我是小安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